我们所谓的吃药打胎 实际上在医学上来讲 我们一般叫药物流产 是利用米菲丝酮和米索前列唇 这两种药联合来把这个胚胎使它排除 那么我们一定要强调 在使用药物流产的时候 必须要在医院进行 绝对不能自己去药店买了之后 回到家自己吃 因为在药物流产的过程中 它随时可能有出血或者是腐痛加重 出血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还要有失血性休克这种可能 会危及到病人的生命 所以在药物流产的时候 一定要在有抢救条件的医院进行 不能自己去买随便进行 那么同时在服用药物之前 也要看它有没有药物流产的一些禁忌症 比如说米菲丝酮片的人 有一些人合并有内分泌疾病的糖尿病 或者是甲状腺疾病 或者是有其他肝肾功能损伤 那么或者有一些病人 对前列腺素类的药物有过敏 这些病人实际上都不适合 用药物流产的方式来种植认诊 感谢观看